Dame Time Hey! What's up? It's your boy Skip to my Lou Welcome to V-Ball for life 我只能說大家的留言都太強了 有的人一下就猜到今天的球員是誰 而且我還有朋友就是 他連線索都沒有看 他就告訴我說賊金你一定會做這個球員 我覺得太猛了吧 你們是因為這個嗎? Dame Time 為什麼會說這個呢? 因為啊 Dameel Lele他的絕殺 其實是學他的 我們先來看一段這個影片 同樣的出手同樣的位置加上同樣的球隊 籃球之神就是這麼的奇妙 我不知道今年大家有沒有關注投王者隊的比賽 他們好像一陣子還可以 但是最近好像又掉到七區第10名去了 今年因為考Melo Anthony的加入 投王者好像有一點點希望 大家有注意到Melo的背號嗎? 你想說Melo的背號不是通常都是15號 認為就是7號 但是他在投王者是多少? 00 為什麼? 因為其實喔 在Portland這個地方 大家心中都已經默默把7號這個號碼 留給了一個 籃球雖然不長 但是絕殺卻多得可怕的傳奇球星 Brandon Roy 全名Brandon Dwayne Roy 綽號B Roy Be Real The Natural Daggers 通常講Dagger都代表關鍵一擊 至聖球的意思 身高66吋 215磅 198公分 97公斤 生涯平均得分18.8分 4.3籃板 4.7助攻 還有1.8的失誤 1984年7月23號 出生於美國西北方華盛頓州的西雅圖 Seattle 高中就讀Golf Hill High School 大學進入了華盛頓大學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大領Washington Huskies 在2005、2006年 連續兩年打入了NCAA Sweet 16 甜蜜16強 在大四那一年獲得了太平洋聯盟PAC-10的最佳球員 打滿四年之後加入了2006年的NBA選秀 在第一輪第六順位被迷你蘇打灰狼隊選上 但是灰狼馬上用Roy換來了拓荒者的Randy Foy Brandon Roy在波特蘭帶了五個球技 因商宣布退休 過了一年之後復出 到了灰狼隊 打了五場之後 他的膝蓋就沒有辦法負荷NBA的強度 所以在2013年的5月10號 Brandon Roy被灰狼釋出之後 他的NBA生涯就此花下了句點 先來聊聊大家比較認識的Brandon Roy 時間是2006年 在美國西岸的波特蘭 Roy和當年的第二順位 The Marcus Aldrich 在這個完全不被大家看好的球隊 一起搭檔 0607年拓荒者 是32勝50敗 第一年 Roy就幾乎以全票拿到了ROY獎項 就是Rookie of the Year 第二年 開始連續三年入選 NBA全明星賽 原本拓荒者是Zag Randolph的球隊 但是 第二年被交易到紐約之後 Roy正式成為球隊的看板球星 拓荒者在第二年進步到了41勝 41敗 但是這個成績在西區還是沒有辦法打季後賽 一直到第三年0809賽季 Grad Golden 西商復出 這一年 拓荒者打出了54勝28敗 但是卻在第一輪敗給了瑤敏和Trestman Grady的火箭 接下來的路都非常的坎坷 年輕的拓荒者三巨頭準備要大顯身手的時候 籃球之神卻沒有眷顧這三個年輕人 尤其是ROY還有Oden 雖然0910賽季拿下了50勝 卻也沒有辦法突破第一輪 Steve Nash、Marie Stoudemire還有Jason Richardson太陽 那時 從大學開始就一直困擾著ROY的西商開始發作 嚴重影響ROY的籃球生涯 對了提醒一下 當時的Brandon Roy年紀才26歲 雖然偶爾商譽復出 都會為球隊取得關鍵的勝利 例如非常有名對上小牛的一場戰役 拓荒者在前三節打完 是67比49 落後18分 那Brandon Roy在第四節得到了18分之外 許多關鍵的傳球 幫助球隊逆轉了比賽 但是受傷的人是沒有辦法一直開外掛的 所以2011年還是沒有過小牛的第一關 ROY在季後賽的身影 如流星一般稍重即逝 但是他可怕的統治程度 是看過他打球的人都沒有辦法忘掉的 NBA最大的What If之一 就是脫荒者的三巨頭 如果ROY沒有受傷 如果Oden沒有受傷 那現在會怎麼樣 當時的三巨頭 Brandon Roy24歲 The Marcus Aldridge 23歲 Greg Golden 21歲 在每個位置都有不錯的數據 加上極高的天賦 他們三個在一起打了62場球 成績是50勝12負 幾乎8成的勝率 很多人都事後諸葛 在說怎麼會選Greg Golden的玻璃腿啊 不選Kevin Durant 但是其實當時所有的報告和比賽顯示出 Greg Golden在籃下的統治能力 真的是名副其實的第一順位 Brandon Roy的到來 改變大家對脫荒者的形象 從大家開玩笑說這個球隊場下問題不斷的 Jail Blazers 坐牢者 轉變成Trail Blazers 拓荒者 放眼望去整個聯盟 所有和B Roy交手過的球員 都對他讚譽有加 前灌籃大賽冠軍Cedric Savalos說 Brandon Roy的基本功就像Tim Duncan一樣 當你需要最有效率的進攻的時候 你會想到他 他就是後衛中的Tim Duncan 另外一個灌籃王Nate Robinson說 Roy是有史以來最冷靜的籃球員自一 如果他有兩個習慣的話 我們今天不會只是討論了Brown James而已 還會有Brandon Roy 前國王隊後衛德克里斯蒂說 Roy其實是個很有體能爆發力的球員 但是他不會只靠體能打球 所以大家都忘了他這一點 最佳第六人Jamal Crawford說 他雖然不華麗、低調、謙虛 但是Brandon Roy完全沒有弱點 他的運球好、投籃準、會傳球、會防守 能夠背對單打 他每次都可以執行最好的戰術 我覺得他的腦啊 永遠領先別人一步 只有真正打球的人 才會欣賞並且佩服這樣的球員 Washington大學的學弟 Isaiah Thomas說 他永遠是最有智慧的人 在我大學的時候 他場上場下都教了我許多 防守和將run atest 別名Metal World Peace 他是我教手過最強的球員 比Kobe和Lebron還強 Lebron說他是沉默的殺手 Kobe說 B-Roy是沒有破綻的男人 我不知道原來還有別人跟我一樣打球也是沒有弱點的 Kobe講話就是如此 老大就是這麼的霸氣 那麼到底為什麼Brandon Roy可以如此的沒有破綻呢 第一 看B-Roy打球 他沒有什麼多餘的動作 非常乾淨俐落 就像教練常說的 在球場上 你不要浪費體力做一些沒有效率的事情 第二 慢切入 Roy的慢切入不是切入速度慢 而是他在切入的同時 他會觀察整個防守 觀察他的隊友 而做出最好的決定 如果隊友沒有空檔 Roy會用他拿手的跳投 或者是非常有爆發力的第一步 過掉他的對手 這種慢就是快的哲學 完全是不同等級的 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Luka Doncic 第三 如果發現過人不順利的時候 Roy擅長利用他的提醒 在低位做背對單打 輕鬆的拿分 第四 毫不猶豫的挑戰籃框 Roy打球絕不托尼帶水 他決定是什麼 他就會很乾脆的執行 所以你看Roy打球會覺得非常的流暢 那在那個時候不流行大量的三分 所以比Roy很多的出手都是三分線進一步 那如果放到現在 我相信他的數據應該絕對不只如此 比Roy低調 但是卻非常有實力 場下的行為也到處都是球員的榜樣 這種個性讓他成為一個非常好的領導者 只要他在場上不只穩定軍心之外 更可以帶著場上其他四個球員 讓他們打得更好 總是聽說他是最危險的第四節先生之一 但是說實在我找了很多資料沒有一個確切的數字 可以證明Roy到底有多關鍵 那如果大家找得到的話麻煩一定要跟我講 我只發現到一個數字 他的生涯平均似乎1.8次 真的很低 尤其對新秀來說 通常前六年這個數字都會蠻高的 Roy的生涯從來沒有一季 似乎會超過兩次以上 在眾多的明星得分後衛當中 Dwyne Wade 3.2次 Colby 3次 Michael Jordan還有Clyde Drexler 都是2.7次 Tracy McGrady 2.2次 Ray Allen 2.1次 Manu Ginobili 2次 那麼Brandon Roy呢 則是1.8次 一個人的個性 絕大部分取決於他從小到大的生長過程 Brandon Roy的Grandma爸媽是影響他最多的人 Grandma Francis Roy 17歲的時候就從Louisiana走 坐了三天的公車到了LA發展 但是發現South Central LA真的是太亂了 所以又從LA到西雅圖打拼 撐起了整個家庭 爸爸Tony Roy在19歲的時候 有了Roy的哥哥Ed Roy 所以為了養家 Tony加入了海軍陸戰隊 還曾經來到日本的沖繩服役 後來回到西雅圖地區 當了17年日夜顛倒工作的公車時機 媽媽Gina Roy在學校的廚房工作 他回憶在B Roy出生的時候呢 他非常的乖 一點也沒有哭鬧 醫生還一度以為這個小孩子 到底是有沒有活著 Roy一來到這個世界 好像就告訴了大家 他與眾不同的個性 爸爸的紀律 努力工作 他媽媽的待人謙虛和善 一直是B Roy學習的榜樣 從小Brandon就接觸了許多的運動 從足球開始 接下來的跆拳道 棒球 美式足球 雖然他最喜歡的運動是室內足球 但是自從小學三年級開始接觸籃球之後 B Roy很清楚知道自己身上流著的是籃球員的血 在就讀Renier View Elementary School的時候 認識了他的好朋友 也是當時唯一的轉學朋友 Nate Robinson 他們每天都黏在一起 所以他們有很好的默契 並且在美式足球和籃球打爆所有的同學 Nate回憶到 我們經常全場兩個打五個 並且我們還會贏球 Nate常鼓勵沉默低調 動不動去融入背景的Roy 在球場上多出手 勇於表現自己 也讓B Roy建立起他的自信 高中加入Garfield的B Roy還有爸爸Tony 哥哥Ed Roy 延續著全家在Garfield打球的血統 Brandon Roy17歲的時候突然長高了3寸 所以他突然覺得他能夠在場上做所有的事情 Roy會在午餐的時間和一堆想看他表演的同學 在體育館練習所有的灌籃動作 書上寫到 包含Vince Carter的所有灌籃他都做得到 球場的管理員說 唯一讓他們回去上課的方式就是把籃框收起來 但是一般的籃框是10 feet 305公分 那如果你收的比12 feet 365公分還低的話 人是不會回去上課的 因為Roy還是管得到 那B Roy說 我高中啊真的覺得我是全世界跳得最高的人 高中的時候 B Roy就被譽為全州的最佳高中球員 Roy的球技好到被幾個NBA球隊都邀請去他們的測試 後來因為旅行經費的因素 所以只能在就近的波特蘭 和法國職業球員Boris Dior進行訓練 雖然有著極高的天賦 但是當時的身材相對瘦弱的Brandon Roy 後來測試結果也很一般 所以更堅定了他打NCAA的決定 B Roy拒絕了當時的Gonzaga還有Arizona 他差點變成了Igoudala的隊友 加入了位於西雅圖的Washington University 進入大學之前其實B Roy經歷了很多的波折 原因是Roy的學習能力以及閱讀能力比較緩慢 往往都要花比別人長的時間才可以寫完考卷的關係 考了4次的SAT 就是美國的學測 才達到了入學的標準 同時B Roy還必須要在西雅圖的港口做一些粗重的工作 來維持家裡的經濟 辛苦的工作內容讓他學到了尊重每個行業的人 不管當時的狀態或者是成績是好還是不好 都必須要時時刻刻保持的謙虛 打工經驗讓Brandon Roy的心智更成熟 也培養了他之後的黑馬個性 B Roy說 我年輕的時候總是覺得沒有人會注意到我們 我們從來都沒有入選過麥當勞全明星賽 我和Nick Robinson想要讓大家因為我們而看到西雅圖的籃球 不只是我們個人 還有後來的NBA球員 像Aaron Brooks、Spencer Hawes、Jamal Crawford 我們都住附近 並且我們從小就是認識的都很好的朋友 和上一集的Baron Davis一樣 B Roy想要Put Seattle on the map 從NBA退休後的Brandon Roy 他花了許多的時間和他的妻子還有兩個小孩相處之後 他決定付出貢獻一己致力給西雅圖的籃球 在2016年擔任西雅圖高中 Nathan Hill的籃球總教練 因為B Roy的名聲吸引了許多好球員的加入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現在單佛競快隊的Michael Porter Jr. 還有他的弟弟John Tate Porter 他們在2017年拿下了29勝0敗的全勝戰績 和Washington州的VA Championship 在那一年 他們還以80比77擊敗了籃球名校Hoke Hill Academy聲明大招之外 Brandon Roy獲得了全美的Nate Smith高中最佳教練 Nathan Hill也在當時被稱為全美高中籃球的禁語之一 在當年的7月Brandon Roy接下了Nathan Hill在冠軍戰的對手 他的母校Garfield High School的總教頭 直到今天他希望能夠帶領著他的母校重返冠軍的榮耀 一年之後Roy成功的延續了Garfield的傳統 拿下了2018年的3A總冠軍 Garfield校史上的第14座冠軍 目前還是領先著華盛頓州所有的學校 B Roy說 Hopefully I can do good enough to where they can forget about me as a player and I can be known as a coach 希望我可以做到讓他們忘掉我原本是一個球員 我希望因為教練的身份 讓他們記得我 Brandon Roy 有人說慢就是快 我發現Brandon Roy他把這句話詮釋得非常好 首先是他的切入 從小打球就覺得說 哇切入一定要很快啊 我們比人家快我們才會比人家強才會贏球 速度快是沒有錯 但是我發現如果速度太快了 快到無法控制那好像就不太好 我常常看到很多年輕球員體力都非常好 但是都忘了用腦袋打球 要記得球永遠是比人快的 而且很多的空檔其實是等待才會出來的 再來B Roy他不是一開始就是一個非常強眼的球員 很多人都覺得 哇你要變成很強的球員 你一定要一開始就很厲害 你之後才會很厲害 但其實真的是這樣子嘛 Brandon Roy在大學磨練了四年的期間 加入NBA之後變成了極戰力 但是也沒有在NBA拿到冠軍 反而是在他當教練的時候拿到了全美最佳的教練 並且拿到冠軍 你說這樣子的成就我覺得也是相當不容易的 如果你有看過Coby的Detail 你就會發現Coby常常講一句話 Be patient, let things develop 很多事情不是急就有用的 我覺得在這個每一個人都很急的時代 等待的藝術是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學習的功課 我個人很喜歡美國的黑胖店 聊完了Brandon Roy 他讓我想到教父裡面的一句話 教父是這樣講 他說The loudest person in the room is always the weakest person in the room 就是那種很愛表現 並且嘴巴很大的人 通常他都不會是最厲害的人 有的時候你看到一些平時很低調 沉默寡言 默默的人們 他們好像不是很厲害 但是總是在關鍵的時候 他們會聽聲而出 並且一擊必殺 那很巧的是 如果你有機會去拜訪Brandon Roy的家 你會唯一發現一個跟籃球無關的東西 那就是Al Pacino的教父三部曲 這部電影是Brandon Roy還有他哥哥最喜歡的電影 剛好Roy的忠誠還有家庭第一的價值觀 跟Coleon Family的價值觀是一模一樣的 Roy說他最棒的榜樣是他的爸媽 他說他們如何過好他們均衡的生活 保持謙虛但是非常的努力 並且持續擁有著企圖性 這才是一個完整的人 而不是一個只是很會打籃球的籃球機器 我花了一些時間把這本書看完 這本書太晚來了 像是要買電子版的 他裡面有兩句話我覺得很棒 他說 I don't want to raise my kids as athletes, doctors or lawyers I want to raise them as good people 我不想要栽培我的小孩成為運動員 醫生或者是律師 我想栽培他們成為一個善良的好人 還有一句 I'm an NBA player and I did it on my own I don't need all of that to make me an NBA player I'm going to do it my way 我靠我自己的本事成為了NBA球員 我不需要那些外在的物品或是裝飾 來證明我是一個NBA球員 我要走我自己的路 在這裡呢 我希望駐Brandon Roy的教練生涯能夠順利 然後西雅圖能夠產出更多更棒的球員 除了我剛剛有提到的人名之外 現在NBA裡面的三分王Joe Harris 還有防守大所Avery Bradley 還有工友隊的明日執行Zack Levine 他們都是從西雅圖來的球員 過去的事情已經變成我們回憶的歷史了 那Brandon Roy的伸手 將永遠的保存在YouTube的雲端 以及我的2K當中 看完今天這一集 你會覺得Brandon Roy真的這麼厲害嗎 你覺得他是個怎麼樣的球員 如果他現在還在打 他真的會跟Kobe和LeBron一樣嗎 那如果他現在還在投王者跟Liller聯手 你覺得他有機會拿冠軍嗎 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 我歡迎你在底下留言 並且訂閱 新的一年祝大家的心靈快樂 那今年的目標 我希望能夠突破個3萬吧 訂閱 我也會很努力的出影片 因為在影片之前我真的做了非常多的調查 所以請大家訓練今天講的耐心 然後我覺得啦 我覺得品質真的很重要 那我也會把持著這個理念 那給大家最好的內容 下一集的球員 不用任何提示 你們會知道他是誰的 謝謝大家收看 Alright, that's it for me today I'll see you next time Peace I'll see you next time I'll see you next time